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4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國百姓對中共政權的怨恨越來越壓不絕 在當局強制退林橫耕 派農館土匪般執法 推出新版大躍進後 5月2日傳出相片顯示 習近平父親習仲勳的寧願中竟然被掛上抗議條褲 橫幅寫道 既然推林橫耕平分中糧 就應該領導幹部以身作則 而外之意不如推平習仲勳寧願改種糧食 中共強制推林橫耕 福建有農民種的10畝水仙花田被推平 成都原先投資400多億人民幣打造的100公里橫城六道 被徹底推毀準備改造為農田 北京獨立媒體人高宇 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擔憂和不滿 他說 成都天府六道號稱世界最大的六道系統 現在要退林橫耕的是橫城的100公里 而且部分六道去年剛投入使用 今年推土機又來了 將公園改成田地 這麼多錢的投入 那些都是納稅人的錢 這就像大躍進大煉鋼一樣 結果什麼鋼都沒有煉出來 那時候的遭遇 結果就是餓死了幾千萬農民 百姓擔心 中共製造新版大躍進會引發災難的同時 也警惕北京退林橫耕 強制中糧 背後是被戰台海 最近中國網上興起反戰旋風 有網民發帖說 如果發生戰爭我是不會去的 也不會給我的孩子去 我是生活在底層的人 和平時期沒有人記得我們 有難的時候才想起我們 說什麼國家有難人人有責 發福利的時候 享受國家待遇的時候 都未給過同等待遇 誰喜歡去誰去 反正我不去 也不給我的孩子去 中共面對各種危機 經常使用的方法 是煽動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來轉移中國人的注意力 而台灣是中共最常利用的工具 不過這次中共的這一招不靈了 從網民的發言來看 這是因為中共近年來 民生問題越演越烈 清零、封城、爛尾扭風波、衣保縮水、失業高企 以及反腐意外曝光的貧富懸殊等問題 令中國人意識到 中共當局並沒有把百姓看成自己的子民 剛好的是就在去年12月 白紙運動興起後 旅居美國的紅二代作家 筆與鞋在網上發文說 幫國內的勇士出主意 全中國的土地中 習仲勳寧願才是習近平的致命軟勒 你去天安門不安全 而且下面可能門報 習近平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習仲勳寧願稍有風吹草動 那就是從富平軟位到陝西省位 再到中南海都不安寧 沒想到時間半年 果然有人真是把黃複掛到了習仲勳的寧願 這條黃複反映了中國人對當局的憤怒情緒 資深媒體人顏順勾 日前在《面書法》文評價說 中國大陸普遍呈現一種末世景象 民怨沸騰、社會動盪 百姓互害、官民對抗到底 政府不僅失去公信力 更失去權威 中共正在此愈作愈死 中共對海外的干預 波及度多國政府引發國安威脅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星期三表示 中共在2021年對一名加拿大議員的家人發出威脅 但是加拿大的情報部門選擇適善令人 它評擊了相關做法 並且表示在未來 類似的威脅必須得披露 杜魯多在阿泰華和記者說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沒有重點告知 加拿大主要反對黨、保守黨國會議員莊文浩 受到了中共政府的威脅 當時該部門認為 這個消息微不足道 不應當驚動政府 此前《環球郵報》引述CSIS報告 報導了相關的威脅 對此莊文浩表示憤慨 他說從一家報紙上得知在香港的家人受到威脅 這個令他非常失望 他評擊了政府的不作為 並表示涉及這些活動的中共外交官 應該被趕出加拿大 2021年 在加拿大議會通過認定中共 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的動議之後 莊文浩受到北京的制裁 也在同一年 加拿大情報局發現 北京搜索了可能在中國的莊文浩親屬的資訊 目的是打擊這位加拿大的議員 並且阻止其他人採取類似立場 5月3日 杜魯多表示 他從新聞報告中得知中共對加拿大議員的威脅 在詢問CSIS之後 發現他們決定隱瞞信息 杜魯多說 此前 杜魯多譴責中共干預加拿大兩次選舉的計劃 他表示中方試圖干預2019年和2021年的投票 但並未改變結果 據這些問題 政府已經任命一名獨立特別調查員調查這些指控 在世界各地遭到騷擾、監禁甚至被殺害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透過視像發表致詞表示 新聞自由是人權的命脈 但在世界的每個角落 新聞自由都在這裡受到攻擊 根據無國界記者當日5月3日發布的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香港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排行第140位 仍然屬於艱難狀況 中國跌至有紀錄以來最低的179位 屬於惡劣狀況 僅高於最低的北韓 台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 在接受希望之星記者採訪時提到 中國當前的新聞自由環境可說是極度不堪 中共透過各種網絡的封鎖消息 使世界很多國家並不瞭解中國大陸內部對新聞自由的壓迫 包括網絡監控、異議人士的打壓 還有對獨立記者、公民記者的關押、濫捕 甚至是重判等等 屬國成說 現在世界上很多的媒體輿論 應該要多些揭露中共運用各種國安的理由 我們稱之為犯國安證據 或者是間諜、鮮物等等這些沒有根據的罪名 而且沒有經過應有的法律審判程序 就濫行打壓等等這些行為 應該向全世界做更多的發佈 來揭露中共破壞新聞自由的真相 對於中共常年滲透到海外 尤其是對台灣大撒幣 收買媒體侵蝕新聞自由 宋國成認為中共這種做法早已行之多年 而且越來越變本加厲 這些被收買的媒體不斷地複製中共對台形之戰 或指示統戰的一些論調 甚至是拿中共所提供的新聞稿來播報 幫他們宣傳 幫他們做假新聞等等 宋國成說 這個對於台灣內部的心房、社會的民心 乃至於我們的這種敵我意識 都是很大的一個侵蝕和破壞 所以我強烈建議台灣的國安單位 應該對凡是有中資或是這種紅色資本 對於台灣媒體的直接收買 或者對於個別的名嘴本身的誘惑等等 這些行為 事實上已經觸犯了台灣的國安法 應該要進行一個比較透徹的調查 或者是屬諸法律 為了改善中國境內的言論自由 旅居海外的中國民主派人士 近期發起一項拆牆運動 呼籲各國政府和國會向北京政府施壓 解除中共的網絡防火牆 希望中國的民眾能夠有權利 可以自由瀏覽各國的網站 蘇國成認為 擦場運動非常有意義 因為這座牆就如同中國共產黨的保護牆 是一個人性的隔離之牆 他祈禱絕了國內的人民獲知世界的真相 亦令世界的真相無法進入中國大陸 蘇國成說 中共的極權統治和新聞自由本身 是水火不相容的 或者說 他是經不起新聞自由對中共政權的敲打 經不起外國新聞的事實 對中共本身的一種巧聞 所以我說 這樣的一個中共政權的保護牆 能夠拆除的話 那麼中共的政權就危在單直 因為他是一個 見不到事實和真相的一個政權 因為他是靠謊言和欺騙 所構築起來的一個非法的政權 就是說 我們要用新聞自由的陽光 去照射黑暗的中共政權 令它圓形不露 令它所有迫害人權的這些事實 能夠超高於天下 針對中共近日修訂的擴大間諜定義 並將於7月實施的反間諜法 有臺立委關切 中共修法對於臺灣的影響 對此臺灣國安局長蔡明燕提醒 臺灣民眾需要特別注意 包括臺商在內的外商、記者 以及維權人士到中國可能產生風險 據臺灣媒體《泰報》報道 5月3日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邀請外交部和國安部 報告蔡英文民主夥伴共榮之旅出訪成效 以及美國與中共新冷戰下 對臺灣的影響與因應 但不少立委就關心中共反間諜法修法後 對兩岸交流的衝擊 民進黨立委林靜儀認為 根據《香港國安法》和中共《反間諜法》規定 曾任軍職、公職 或參加國內社團活動的臺灣民眾 以及臺灣退役軍人 去中國甚至可能遭到邏輯入罪 修法亦令外傷人人致危 對此 國安局長蔡明燕表示 這部分會否對兩岸交流產生負面影響 必須持續注意 另外林靜儀還詢問 民眾的相關行為和言論 不是發生在中國內部 或是手機內存有相關相片或言論 是否就有可能遭到邏輯入罪 蔡明燕坦然 民眾去對岸進行交流時 要特別小心注意手機內容 可能在出入海關時就被檢查 蔡明燕表示 於是中共一方面提出各種交流計劃 希望推動兩岸速統速用 但是另一方面又加強中共的對內控制 擔心外國交流活動將會動搖中共統治基礎 所以在推動兩岸交流的過程中 這部分需要特別注意 中國五一小長假期間 包括雲南、四川等地都發生了地震 其中四川在5月3日就連續發生3次地震 最高震級達到4.5級 根據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 5月3日10時01分 四川自貢市貢井區發生3.7級地震 震源深度10,000米 除後12.08分和13.04分 四川宜濱市興文縣大坝苗族鄉 先後發生4.0級和4.5級地震 震源深度分別為10,000米和8,000米 震中距興文縣城21,000米 距宜濱市主城區87,000米 大陸媒體報導 地震造成多地震感明顯 其中重慶、成都、樂山等地震感強烈 受此影響 部分列車不同程度晚點 不過還未收到人員傷亡和重大災情報告 除了四川之外 5月2日晚上 雲南省、寶山市、龍陽區也先後發生2次地震 震級分別為5.2級和4.4級 據官方報導 地震造成當地房屋建築受損 部分道路交通中斷 同時 雲南省的大里、路江、臨倉等地震感明顯 至於受災情況 寶山市正在統計 這節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 轉發給更多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會